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假设我们今天有个连立方程 写成矩阵之后是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怎么解答 我们怎么解答 也就是假设我们把它展开 A1 X1 A1 2 X2 A1 3 X3等于0 假设我先写三行 A2 1 X1 A2 2 X2 A2 3 X3等于0 A3 1 X1 A3 2 X2 A3 3 X3等于0 假设是这样子 那很明显我们就可以写成左边这个字 假设我们经过高斯消去法 消完之后 它会变成什么 这一消完之后呢 我们知道你可以把它写成第一行是A1 1 A1 2 A1 3 虚线 然后这边是0 对不对 这样子 小时候我们一直消一直消 很顺利的 你把这个呢 抱歉 我这边我要重新弄一下 这一边就要写成无穷大 这边写成比较小的 我就先写A1 1 A1 2 A1 3 0 假设消去法消完之后 这边呢 A1 2 2 Augment OK 那天有个同学告诉我 我发音错掉了 因为不是argument 因为我真的是看错了 Augment OK OK 所以请大家呢 跟着我帮他改过来 OK 好 那这是A2 3 对不对 这还是0啊 因为你再怎么操作 简来简去还是0啊 那最后这个变成A3 3 这还是0 那这边呢 通通都是0 你告诉我 这个解是什么 这个解是什么 有没有解 假设它写成这样子 假设你看不懂 这个的意思就是 最后写完变成A1 1 X 1 A1 2 X 2 A1 3 X 3 等于0 第一行 的形式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A2 2 X 2 A2 3 X 3等于0 好 最后呢 A3 3乘上X 3等于0 你告诉我 这个解是什么 X 3的解是什么 只有一个解是什么 0 好 0带进来 乘上它也是0 X 2变成什么 也是0 X 2 X 3都是0带进来 X 1是什么 0 它只有一个解 好无聊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假设 我们这个地方 写成很大的一个局阵 假设我们这个N个 其实我们要求的这边很简单 就是你有N个unknone N条 equations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OK N个equations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直下来 这么当然是0 那我们就一直的弄下来了 A2 2 A2 N augment 0 一直下来叫 A N N augment 这边通通等于0 那它也告诉我们 这样子的话 X 1 等于X 2 等于 X N 通通等于0 那根本就不要算了嘛 好无聊 对不对 那要是这样子 这怎么办 那这样子就不太行 但是假设 这个是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子呢 这个时候都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我们这样子写 代表一件事情 When 什么时候 当我们这个A的矩阵 不等于0的时候 对不对 不等于0 你才可以这样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退回去嘛 OK 所以这个看起来 蛮好玩 假设是一个linear system homogeneous linear system 只有A的矩阵 不等于0 那答案就不用看了 每一个通通都0 就这样子 非常直觉 if however 假设呢 after goes elimination 这个时候它变成这样子 这个时候它变成这样子 这边通通通都是0 假设 我们今天解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n条equation里面 我们经过高色 inimination之后 发觉 它的rank并不是n OK 我们要求是什么 这个 n个unknone n个equation 就最后我们发觉 它的rank根本就不是n 它可能比n-1的还是多少 那要是这个样子 代表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会有一个equation 最下面这条是什么 a的n-1 n-1 乘上x的n-1 第一个 第1个 第n-1个 然后再叫 a的n-1 的n 乘上xn 等于0 这是 下面的 最下面的式子 跟这个地方 最下面的这个式子呢 不一样 这边只有一个位置数 所以它的解力课 就可以解出来 这边只告诉你 这两个位置数 彼此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假设它 那它就出来了 OK 那这个时候 我假设它不等于0 我要是假设它等于0 那是不是它一定等于0 那一路上去 通路都等于0 那不知道在干嘛 在无聊 那得到一个 叫做很无聊的解 很very very trivial的一个solution 对不对 if xn等于0 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到 xn-1等于0 一直到最后 or xn-1 通通都等于0 无聊到几点 这是a trivial solution 但是假设 if 不等于0 不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求得出来 什么 or xn-1 not all equal to 0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解 这个解 未必大家通通都是0 对不对 事实上这个解有很多种形式 对不对 你可能无穷多足解 都有可能 就好像这个地方 我说 这个只是说明它们的关系式 也没有说明它值多少 我说等于0 那它就等于0 这是一种解 我说它等于1 那么它是不是就要等于负的这个 除以这个 对不对 它的值就可以算出 你xn等于什么 你可以写出一大票 后面就跟着一大票的答案出来 有无穷多足的答案 它至少会有一个解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它是什么 the system has at least one non-trivial solution 它至少会有个解 当然目前看起来好像 无穷多足解 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用到边界条件 所以没笔边界条件一用 就可以把它限定下来 但至少不会像 左边那边一样 反正算起来 大家通常都等于点 OK 假设有这种状况 我们怎么样来知道 它是属于这种状况 你是不是每次都要做 Gauss elimination 做完之后才知道 它是不是这个状况 谁要那个时间 你看看这个地方 它告诉我们 假设你有这种状况 你做出来的这个A的矩阵 不应当等于你 那是不是 假设有这种状况 你做出来的A的矩阵 A的矩阵是什么 不包括这条 这一边做成一个 不是 不是矩阵 这叫什么 行列式 determinant determinant下面有一行是零 结果是什么 就是零嘛 我根本就不要去做 inlimination 只要它等于零 就告诉我们 这种状况下面 这个homogeneous system at least has one non-trivial solution 对不对 这样不就结了吗 ok 所以我很快地把它总结在这边 我总结在旁边 好 OK 这是第一个 Case 2 If JT是A Dengelin 它至少有一个 non-trivial的solution 对不对 不过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几个地方要要求 我们要求这个system 一定要怎么样 N个 unknown 那你有N个 equations 才可以 假设不是的话 就请你 思考看看 有没有另外的做法 OK 我们将这个记起来咯 好 我们就开始来讲例子 第一个例子 跟这个没关系 那是基础建构 我们常常都有个问题 从小的时候 都有个很简单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什么 为什么东西会传热 为什么金属传热速度快 绝缘体传热速度慢 为什么宝利龙绝缘这么好 为什么 这个铜的碗呢 导热度非常好 或者是铝的碗 导热度非常好 为什么 那又为什么不锈钢这么烂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希望了解的 不过假设在我们开始算之前的时候 我们来思考 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过 温度代表什么意思 也就是我们说传导热 一定是从热的地方 传导到冷的地方 你拿个碗 里面是很热的汤 你拿在手上就很热 对不对 那么它怎么传过来 热怎么传过来 假设我很热 你们很冷 我怎么把我的热量传给你们呢 当然你说辐射热 当然这是一个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要讲辐射热 对流当然也是一个 但是对一个汤匙而言 或者一个碗而言 那么这个碗的本身是一个金属 或是一个材料 这个材料的本身 会不会因为你两边温度不同 材料本身里面在对流 不会嘛 金属就固定啊 纵使是木头 木头也不会对流啊 所以它也没有对流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就叫传导 但是什么东西来传导 热如何carry过去 我如何把热送到你身上去呢 那你想想看 这个时候我们的微观的世界 就开始跑出来 我们看到了这个材料本身 好像我跟各位当中 假设我们两个都贴在一块 金属上面 贴在一块石头上面 我的热要透过它传给你 那么是不是代表一件事情 这当中一定要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当中我们有很多原子 那我怎么传给你 第一个 我热只能够立刻靠着接触 传给跟我身上接触的这颗原子 假设有颗篮球 这么大颗 OK它跟我接触 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说温度呢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一颗栗子的什么样 运动能力 但是这颗呢不能够乱跑 它被束缚在这个空间 为什么 因为它跟旁边的原子 间接在一起 就像你们就只能坐在这个位置上面 目前 不会有人上课的时候跳来跳去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很热的时候 你还是在位置上动 所以它会在这边动 所以当很冷的时候 它不太动 很热的时候动得比较厉害 所以当我一靠近它 我把热量立刻就传给它 这时候它开始震起来 但问题是 这颗原子当初之所以会在这个位置 是因为它跟旁边形成见解 好像手牵着手一样 这个开始动起来了 这个能量就怎么样 就传给它 它也开始动起来 这个能量怎么样 就传给下一个 一直传一直传到你那边 我那边就开始吸收到一个热量 就热起来了 所以就代表说 我们要是传热速度很快的东西呢 哇这个震荡可以跑很快 非常有效率 这个模式很多 对不对 要是有个模式 是这样震荡 跑到那边 我这样子要把热量传给你 它的方向根本就不一样怎么传 对不对 所以只有某一些方向 非常有效率的可以这样子传 好 那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OK 那么这个就代表一件事情 震动是传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同样我们在算比热的时候也是一样 各位呢 当初在学普通物理的时候 一颗支点在空中 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比热多少 什么叫比热 国中就告诉我们 比热是每身高一度C 所需要的热量 对不对 的能量 的能量 就像我们的度量一样 我什么都用度量来想 我管它是电还是热 都一样 我要吃四碗饭 我才觉得饱 OK 我表现出来饱 就是表现出来的温度 那假设增加一度 叫做饱 那我要吃几碗饭呢 我多少热量 才可以让它增加一度 那我们知道 这一度的意思 就代表它运动的能力啊 对不对 它怎么运动 假设这个支点 只可以左右运动 那它只有左右运动而已 我只要给它个能量 可以左右运动 就好像这个人呢 只要吃一碗饭就饱了 半碗饭就饱 很好 假设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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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还可以上下运动 对不对 你们要是都在平面运动 每天也不要吃太多饭 平面又要上上下下 OK 那那个时候呢 需要一点怎么样 更大的能量 所以它可能需要两倍哦 那就一碗饭 假设又要前后运动 是不是又要增加一个分量 就变成三个分量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单支点 你就知道 它只要吃三碗了 大概就很饱了 因为它没有其他的 要消耗能量 所以它就觉得很饱 但是双支点就不一样了 双支点是这样 我可以两个支点一起动 我要吃一碗饭 一份的食物 前后动 又一份 上下动 又一份 我是不是一样 跟刚刚那个单支点 吃三份它就饱了吗 no 没有那么简单 它可以怎么样 旋转 两个人可以跳舞啊 谁说两个人不能跳舞 我可以这样子跳 是不是它又要吃一份 四份哦 我可以这样子跳啊 对不对 上下这样子动 是不是五份了 你说可不可以这样子动 抱歉 这个以支点来讲 它没有size 以我们的理论的状况 它没有size 它就不会耗掉能量 但是还有一个 这两个会 震动 震动呢 动能跟震动的胃能 形式一样 所以一个维度的震动 需要吃两个单位的热量 所以当双指点 你要让它吃到饱 你告诉我 它需要多少能量 三个三维空间运动 两维的旋转运动 跟两个震动 它吃七份才会饱 对不对 才两个人就吃七份才会饱 一个人的时候 它只要吃三份就饱 所以你看看 这个差别多大 OK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一个快材 一个整块的晶体 更复杂 因为它不只是两颗 它是一堆 任何一个人一动起来 一定会让旁边一起动 那就看看你怎么动 对不对 看看你怎么动 你在海边看起来 也是每颗指点 因为它是水 所以它都有一个 既定的这个 这个吸引力 把它们聚在一起 这个动另外就跟着动 很快就形成一个聚的波浪 但它不只是 只有一个波浪啊 因为你看上面 还有好多小波浪 有的波浪可能是这样走 有的波浪是这样走 方向不一样 只不过在海边 可以看到一个 巨观的一个 但假设今天海 不是一个平面 而我们讲的是 一个立体的状况 那你这个震动的传递 是各个方向都有 对不对 那就更加的复杂 好 那我们怎么来描述它 第一件事情 先要描述它 然后我们再看看 描述它怎么运用 来计算这个笔摄 来计算这个传导热 当然我们今天 不做这个计算 我们只说如何描述它 先把数学解决了 然后再看看 再讲一点点 从数学里面 怎么看到到一点物理 它物理跟我们的 感官上面 物理又有什么不一样 OK 我们先做这么一点点 就好了 其他的事情呢 你们进的实验室呢 你们老师大概就要教你们 很快就要看了 对不对 你们可能在暑假之前 就要看到那个地方 早就看过去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假设现在呢 我们有个单指点的材料 比如说黄金 通通都是金 没有第二颗的 除非你是K金 你才有金跟铜 对不对 我们假设只有一种 黄金 或是silicon 或是什么的 那我们假设它排列 非常非常的整齐 OK 非常理想化 假设是这样 我画的不是很好 反正 你看一看就好了 OK 或者是我这边再画一系列 这边我就看得到 上面的标识了 OK 我就可以画得比较好一点 OK 假设呢 平常它是这样固定 干脆上面我也用这个标识来画 这边 线色太暗了 看不太到 假设它排列就这么整齐 它可以怎么振动 它可不可以像苏密波一样的振动 苏密波 我们上次有看过影片嘛 对不对 我运动方向跟我振动方向是一样 那假设在某个瞬间 这个是节点 这个不懂 OK 某个瞬间嘛 然后这个是不是就要移动到这边来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可能呢 要移动到这边来 那这个呢 可能就又移动少一点了 又要回来了 然后这个又是下一个节点 假设啦 OK 我们可以这样子 那后面呢 就移动到这边 对不对 OK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待 好 那我们怎么来描述它 我们怎么来描述它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指点呢 假设它的位置 我们去描述一个坡都是描述单指点的位置 对时间 对位置的关系 就足以描述它了 假设它的位置叫US 某一个S OK 那这个呢 这边呢 就会有一个 变化量 OK 假设它的变化量是US 我现在只是先让它不变了 事实上我随便找 那这个就是U的S加上E 那么这个量呢 U的S再加上2 一直下来 当然这边就变成U的什么样 S减掉E 我就可以这样描述 但是物质不只是这样振动 我也可以有什么 有类似光学一样振荡 我可以有这一边呢 这样子震荡 大家呢 通通上来 拆下去 通通上来 拆下去 也就是说这个要移动到这边 当然这很多个指点啊 所以好像形成好像一个坡一样 而且都在传递 怎么样都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来描述这个系统 我们上次考试的题目又出现了 请用牛顿第二运动点律 你描述这个系统 OK OK 牛顿第二运动点律 OK 我发现今天好多人都在休息 是什么 这两天特别累 还是怎么样 你们刚刚考试完呢 还是刚刚办过什么活动呢 远则 远则 远则是吧 这个礼拜天结束是吧 那累了好几天了 累到第三天了 不不 对啊 累到第三天了 好 那你要记住 身体要好好保养 睡觉要够 对不对 年纪越大呢 你需要恢复的时间就会越长 OK 唯一的办法能够让他变好 就是运动 很多现在年轻人呢 运动都很忙 因为他往上运动 他就扑浪 扑浪好累哦 或等等的 那你不运动的时候 你身体就会变差 OK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好好地运动 假如说你同学当中 曾经有人试过 你想要好好努力用功 却做不来 OK 你要考虑一下 是否因为你没有体力 因为我大学我都不知道 这个我大学我也天天跑步 天天打球 结果发觉 那个运动不够 OK 要设计的更好运动 等我当完兵回来之后 OK 我体力变好了 那个时候念书 我马上就稳定下来 马上就读进去 跟你一发现了 所以一看手表 几个钟头都过去了 那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体力吧 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运动运动 不要只是在网上运动而已 好 牛顿丢了电力呢 我们呢 今天把它方向呢 反一下 反应 等于刺激 OK 你一定要这样子写下来 反应是什么东西 假设按照目前一样 我们就把它定义 这边叫做X 你们上次考试呢 很多人在写的时候 都没有定义坐标 都要让助教去猜 到底Y朝上是正的呢 还是Y朝下是负的 OK 你再多画一个箭头 也不会怎么样 好 你要表现 你想想看 假设今天我是老板 你给我一个东西 不定义 就在那边讲个名词 好像自己很厉害 我说你很厉害 你回家厉害去 我就把你file掉 我找一个人写的报告 我看得懂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个坐标系统定清楚 人家才看得清楚 你怎么推倒 要不然以后你发表论文 人家也不要 因为只有你看得懂 都要人家来猜 那就太辛苦了 OK 好 当X是这样子的时候 因为它只有一维运动 我只讲这个 那我向量呢 马上就变成纯量 纯量就好处理了 尤其又是一维运动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 假设这当中都是弹簧 它有个弹簧系数 K 小K 因为待会我会引入个大K 所以请大家记住 这个不一样 那它的力量一定是什么 以我这一颗来讲 它的力量一定有 旁边对我的拉力 跟左边对我的拉力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第一件事情 右边如何拉我 就要看 右边的位移量 跟我的位移量 有什么差别 假设我只往前动一点点 那这颗呢 却往这边动一大步 那是不是我们两个 本来的距离 这样子 结果我动到这边 你却动到这边 你告诉我 这距离是不是拉长了 是不是拉长了 也就是我把你的位置 在减 你的位移量 减掉我的位移量 OK 旁边的位移量 这个是U的 S加E 减掉我自己 然后我看 变大变小 假设变大 就代表我力量是怎么样 会变大的意思 就代表 这个弹簧 被拉长了 它是不是要 它的力量是要收缩的 收缩 对我而言 往哪边拉 往 这边拉 收缩的意思就是 对这颗往这边拉 对这颗往那边拉 但我现在讲的是我 我被拉的是往正X方向拉 所以是正 好 现在再看看 后面 这个要拉我的 后面呢 要拉我的 就好像说 现在呢 这个是我 假设我前面前进一点 后面也前进一点点 假设是这种状况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我K 我自己 US 减掉 后面的这个 U的S减E 假设也是正直 正直的意思就是 我往前移动的量呢 比我 后面那颗往前移动量 来得大 所以这个时候 唐宝还是被拉开来了 但唐宝一旦被拉开来 意思是 它对大家施加的力量是怎么样 这样子 对不对 那哪一颗是我 这颗是我 那我的力量是朝那边 负X方向 对不对 描述完了 因为它只有一颗字典 我发觉用这样一个描述就好 好 那 有了这个一颗选呢 我们就稍微稍微的 把它整理一下 好 第一个加速度 我现在讨论的是 我把它定义成US 我的加速度就是 对时间的两次方 微分 它会等于 好 现在看这边有什么 S加1 S减1 S减1 US加1 加上 负负得正 US减1 减掉两倍的US 我可以得到这个equation 这是第一个 这是运动方程式 但这个equation 怎么解呢 但不管怎么样 假设大家都一起震荡的话 这个震荡要能够传递 你一定要出现某一种周期性 它才能够传递 要不然像在棒球场里面一样 数万个人 大家动来动去动来 你只看到一堆东西 在那边热震动 假设有点移动 那顶多是布朗运动而已 对不对 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假设 哇 大家开始要做这个波浪的时候 你就非常一致性 它才可以传得远 那么它一定要有一种周期性 那简单 那我们就什么 Describe The Wave 每一个位置的移动的状态 对不对 我们以前说一个震荡呢 是Y of X Y X呢 一定是等于某个函数 Y呢 一定等于位置的函数 跟时间的函数 一定是这样 这样才注意描述 一个波动 我们要描述一个波动 也要有X 也要有Y 一个T 但因为呢 你要用这样描述 你可以写成什么 Cosine K X减掉 Omega T 比如说这样子 那它就是波了 啊 它成为这个政府 谁喜欢Cosine Cosine乱难操作 相加很麻烦 相乘也很麻烦 相处也很麻烦 做到后来都不知道 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一件事 我知道一件事情 Explanetial I Theta 会等于什么样 Cosine Theta 再加上I Sine Theta Explanetial 好不好处理 好处理啊 我相乘 只要上面的指数 像相加就好 相处 只要相减就好 那比你容易多了吧 我想用这个来处理 最后我只看 实数部分就好 OK 所以呢 我们描述 波呢 不再这样描述了 我会把它写成 Y0 Explanetial I 加个卡 因为Cosine 是会变成I K X 减掉Omega T 我会这样再描述它 OK 这是普悟的程度 OK 没有关系 我搞清楚的时候 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 我才搞清楚 所以你们现在 已经大二了嘛 对不对 你们搞清楚 就比我以前厉害N倍了 OK 好 不过不要跟我比 因为我是 烂到了极点 OK 以前真的是很糟糕 好 假设是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 Y0 这是它的正符 Explanetial I S 大K A 减掉 Omega T 我就这样子来描述它 记住 我这边引入一个大K 我先用橘色的把它标示起来 免得大家忘掉 OK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 U是什么 政府 我写中文 空间比较小 S是什么 位置 它是属于哪一个位置 K 是什么 Wave Vector 叫什么 波数 是不是 二拍 出于那么大 你的波长 导数 乘上二拍 A是什么 原子间距 也就是说 我原子跟原子的距离呢 叫做A 什么叫Omega Angular Frequency Omega 等于二拍F F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频率 T呢 当然就是时间 我们就这样来描述它 管它呢 只要它有个 一个波动出现 又是一个减血震荡的波 它一定可以描述成这个样 但是里面Omega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 波长是多少 也就是K 波长是多少 就问K大K是等于什么 我怎么知道 就是要解的嘛 波数是多少 我怎么知道 OK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四字 叫第二个四字 我们现在把第二个四字呢 带入第一个四字里面 好 我们把它带进去哦 带进去 我们算一下好不好 第一个是对时间微分 时间微分就只有时间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M 时间的微分 exponential I Omega T 这一项 微分会等于 等于说US啊 或者是你多写一点 它可以写成这样 U exponential I S 打K A 称上 exponential 负I Omega T 对不对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对时间微分 只微后面吧 前面两个都是常数 OK 常数通了吗 留下来 U exponential I S 大K A exponential 负I Omega T 微分一次呢 前面要跑出一个常数 负I Omega 微两次呢 跑出两个 负I Omega 负负得正 I的平方 变负1 又变负1 变负的Omega 平方 负的Omega 平方 我这个写太远了 我把它写近一点 Exponential 微晚不能不见 OK 等于这样子 右边呢 就好几个了 对不对 第一个K 乘上 U的S加1 那就是同样的东西 只是上面变S加1而已 所以大家都有U 我放在这边 OK 大家都有U嘛 大家都有Exponential 负I Omega T 放在后面 中间是什么 第一个 U的S加1 是不是Exponential I的S加1 Kappa A 再加上U的S减1 减掉两倍的US 对不对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一看 两边都有Exponential I Omega T 两边都有U 两边都有Exponential I S K A 我不要叫做Kappa 把它叫做K 是不是 因为这三个都会提出来 所以最后面变成什么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那你看看 Exponential I Theta 经过U的Equation Exponential 负I Theta 这两个相加 就好像这两个相加 这两个相加 这两个消掉 两倍的CosI Theta 所以干脆这样 是不是这个除以二 就是两倍的 就是 这两个相加 就是两倍的CosI Theta 我们又可以恢复成CosI的样子 来一座 它这边K 两倍 大家都有2 提出来 2K CosI Kappa 我看看 A 减1 这样子 OK 好 整理一下 我们改平方 会等于什么 负了就提过 就变成1-CosI Ka 2K 除以大M 1-CosI 大Ka 我们是不是就得到 很重要的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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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看起来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波 因为这是频率 对不对 脚频率其实就是频率 K呢 就是跟波长的导数有关系 就相当于波长 这两个是有关系式的 以前我们在学波的时候 我们就说 你有个频率 你有个波长 你有个波数 所以波数呢 会等于频率乘上 波长 对不对 也就是说 频率会等于波数乘上 除以波长 这两个是层线性关系 假设你的V是固定的话 那么 它们两个会是 线性关系 问题是 你告诉我 这边有这么简单的关系吗 没有啊 比如说我两边都乘以2π 都乘以2π 它是Omega K 它没有这么简单的关系啊 它反而是Cos在这里的 这个K在这边 平方对一次方 这边是 假设平方 对平方 这是平方对一次方 所以行为跟以前 你所知道的水波 或什么 完全不一样 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同样的一个材料 这里头的坡啊 有不同的坡长 有不同的频率 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 它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的坡数 未必大家都一样的 你记不记得以前 国中或高中在教的时候 或服务在教的时候 我们说声音的速度多少 每秒钟零度系 大概360几公尺 对不对 在钢铁上面 声音的速度怎么样 我就快很多 因为是固体嘛 对不对 我这么一动起来 跟旁边牵很紧啊 我一动它就得跟着我动 然后当然传递的速度 好像很快一样 但事实上材料里头的震动 它这个式子告诉我们 它的速度可以不一样 不同的坡 有不同的速度 现在你的概念 就统统要推翻了 真正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好 假设你把它画成个图 画成个图 这不是Omega 这边K 我看看 哦不是不是 抱歉哦 这边应该大K 因为小K 我们是定义成 堂王常数 OK 堂王系数 所以这边是大K 那大K呢 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容 零 Pi over A OK 就这样一直下去 它会类似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从这边来Final一下 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 它可以画起来 数学上当然 我可以画到N格局都没有问题 但在物理上有意义的是哪一段 重要的是哪一段 我们待会来看看 那同样的 这个equation告诉我们什么讯息呢 OK 我们待会来看一看 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图形 未来你们看了很多材料 只要你要读材料 你看的图形都是 Omega对K 或者是能量对K Omega就是能量 OK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材料的特性 这个曲线怎么跑 它的特性就是怎么样 这是个集体行为的描述方式 好 那我们现在算到这边了 那第一件事情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当然搞不太清楚 它是什么意思了 但是我们先画几个图 我们大概就有点概念了 我们刚刚有看到它的震荡 也就是说 不管是上面这种重坡的震荡 或者是这种横坡的震荡 其实我们写出来 equation完全exactly一样 OK 那我们呢 横坡是我们比较会描述的一个方式 我们横坡来看看 假如说呢 我们现在啊 既然是个材料 我们画一条线好了 好不好 假设这边是原子 我怎么知道它坡是怎么样 它可不可以这样子 这个呢 其实啊 是起来的 我可不可以是这种坡 某个瞬间就类似这样子 对不对 当然可以了 请问一下 它最短的坡会是什么坡 最短的坡场 会是怎么样 有同学已经开始猜到了 什么是最短的 两个字典怎么样 两个字典 刚好位移方向相反 这个下来 这个上去 这个下来 这个上去 这个上去 这个下来 这个上去 这个下来 这个上去 这是最短的坡场 能不能更短 坤长你看不出来 你总要有东西来描述 这个坡吧 有办法更短吗 你没办法更短了 你知道吗 那告诉我 它坡场多场 坡场假设 这从坡谷到坡谷 这个叫浪大 浪大多少 2A 这第一个 长呢 这坡可以 长到多长 No 晶体还是有大小 你有没有看过 买一颗冰糖 是无穷大 不可能吧 对不对 多长 可以长到多长 可以长到多长 Depends on 你的材料 有多长 假设我材料 这么长 根据 铸坡 他告诉我 他最长的坡 就这么长 坡长多少 两倍的 总长度 假设我的长度 是L 对不对 两倍的总长度 一定是这样子嘛 假设 无穷 L 无穷大 那他就是无穷大 假设有限 就是L OK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 蛤 你不注迫 他会震吗 两三下 就消灭掉了 你有没有 看过一个吉他 在弹的时候 他不是注迫 你有没有 看过这种东西 没有嘛 你们在拉 驴 驴 驴 不会 对不对 我说最长的 他大概就是这么长 我可不可以四分之一长 就是说到了这边 这边是开放的 这边是固定的 可以啊 对不对 但是感觉上不太像 因为边界是被限制住的 我们就先这样子想 反正顶多只差一点点而已 重点不是差多大 而是我要告诉你 他很大 你们刚刚讲无穷大 其实是对的 你看晶体多大 晶体多大 细砂糖 拿来看看 砂糖的每一颗 都是一颗晶体 多大 millimeter吧 对不对 你把它敲碎放在嘴巴 那里 磨一磨 多少 micron 那你告诉我原子的捐绩多少 捐绩多少 unstrang unstrang是多少 单位是多少 10的负10 对不对 L等于多少 把它看成millimeter好了 随便你想 millimeter是10的多少 负3 你告诉我 差了几倍 17次方 对不对 你说差的大不大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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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OK 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 k是什么 2π over lambda 所以呢 我们最小的波长假设是2a 2π over 2a 它k的最大值是多少 5p over 对不对 有没有在过去的 没有 所以在过去的你顶多只能说这个是影像 好像我站在镜子面前一样 我看到里面一个周雄 并不大不了我可以抱到他 哪一天你看到我的影子 你却可以跟我影子抱在一起 你不要吓死我 OK 那一定是有灵异事件 所以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边界告诉我们 这是波长最短的地方 这个就是你物质波所能够达到的极限 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的名字叫zone boundary 这里面 当然你可以 波可以往那边传 可以往这边传啊 是不是 只有在这里面 才合理 对不对 因为k是什么 k是wave vector 它的值是2π over lambda 但是 不要忘掉 vector是一个向量 还有方向 我波可以这样子传 我也可以这样子传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同样大小的量 我可以有震有负 所以最重要的空间 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这个称之为 first bridge zone OK 然后中间是什么意思 中间零是什么意思 零的意思就代表 什么时候会是你 lambda超级大的时候 但是你的lambda 有没有大到无穷大 没有 但是是不是很多 是 是不是很大 是 所以k就很小 了解吗 k就很小 所以它k就等于零 也没有错 不过这里面有个重点 请大家记住 这个时候我们在谈的一个波 是可以传递的波 它会存在于里面 而不是正底下就消灭掉的波 那就没意思咯 那这个时候重点是怎么样 重点是你的波 一定要形成助波 你受到两个限制 第一个是边界的限制 边界 假设我们写成说 两边都是要节点 那么不管你是哪一个波 到了这边 通通都要是节点 但是你的波长再怎么短 也不会比它短 那是不是代表 波长在2A跟2L中间 波长可以连续的变化 可以吗 不准 不准连续的变化 因为会受到它的限制 OK 你只能是它的波长呢 一定是2A的整数倍 最后到达它 也就是说真实的状况是说怎么样 这里面的这个 出现的波的波长 不是连续变化 不是什么波都可以 No 这边的每个点啊 这个线并不是一条实线 它有一定的点 这些才是它允许的答案 这不就是量子力学吗 对不对 量子力学就告诉我们 你一个东西束缚在一个空间里面 它够小的话 它的状态 一个电子的状态 不是无穷是存在的 它只有在某些状态下面才存在 没想到波也有这样子 所以我们把这个波 经过量子化之后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圣子 也就是说这个波呢 它有另外一个颗粒的特性出现 OK 就好像我们说电子 会有波动的特性一样 反向而行 也可行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之为绳子 这以后你们会学到 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 很少人在讲波 我们都讲绳子 Fono 因为这自然界一定会存在的东西 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OK 绳子有波的特性 有颗粒的特性 OK 对不用从它的状况 好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就开始了解了 到了这个地方 代表的是你最小的波场 到了这边呢 是受到整个外围的限制 假如说 我要用一个光来刺激它 假设这个光一照上去 它会嗯嗯嗯震动 对不对 一定要达成共振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所有的波场 都会有共振吗 No 要某一些特定的波场才会有光 要吻合这个能量的波场 对不对 但是光波有个问题哦 要吻合这个波 光波的波场多啊 我们可见光是从四千到八千 昂爽 是我们可见光的波场 四千昂爽跟一个昂爽比起来 差几倍 一千倍啊四千倍啊 也就从这个地 这边到达这边 你把它切成一千个等份 你告诉我 剩下那个等份 是不是就在零的旁边 是不是 是啊就在零的旁边 所以当你用光波去刺激它 要让它产生一个震动的时候呢 只能够 只有这附近有效 K等于零的附近才有效 K等于到旁边 那抱歉那太远了 你光波根都达不到 OK 光波太长了 太长了 所以呢 这个就给我们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你去用光来刺激一些物 一些东西的时候 看到一个 这个特性 这个就是材料的特性 它是作用在这边 怎么看以后你们会慢慢学 假如说有这样子的特性 你看你们以前学过Comfort effect Comfort effect是什么 什么是Comfort effect 我打出去一个什么东西 X光还是粒子 X光 X光是不是光 是啊 打到材料 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把它踢出一颗出来 这是光电效应 是吧 OK好 踢出一颗出来 那光能量下降 我要把它踢出来 哇这个力道要很强 我才可以把那颗电子踢出来 我可不可以什么都没有踢出来 只是让它在那边原地震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本来没有震荡 现在震得这么厉害 能量从哪边来 光来的啊 所以光的能量被吸收 变成一部分生子之后 剩下的光呢 能量是不是下降了 光能量下降 是不是波长就开始变了 对不对 它就变成比较长波长的 或者是假设上面已经有个震动了 你光一进来呢 这两个一偶合之后 送出另外一道光出去 那是不是光能量就上升 对不对 就往蓝光偏移 OK 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 Raman Scattering 或者是Stokes Scattering OK 所以这些呢 未来你们都会听得到 好 所以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啊 差不多了解 那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波数是什么 我们呢 在这边要称之为群数 整群的 OK 它的微分就是了 它的斜率就是了 所以它告诉我们说 到了这个地方 它的波数 几乎是零 几乎是零 你根本就看不到 它有没有什么波数 到这个地方 波数怎么样 很快 对不对 那这边的波数 大概是多少 等于零的波数 大概是多少 我们稍微算一下 at k 非常靠近点 OK 或者是我们很少这样写 我们会说ka 非常非常小一 很小很小很小的地方 那这个是我们 cos ka 等于什么东西 假设 你对它做 展开来 做 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 Tiler展开来 好来 Tiler展开是什么展开 来来 先把公式写一下 每次都忘掉 F0 加上 一次放微分 然后把零摆在这边 除以1的阶层 然后X 0次放 把X一次放 再加上 两次放微分 零摆进来 二阶层的X两次放 一直下去 对不对 好我们看看 第一个 零摆进去 cos 零摆进去 得到什么东西 1 第二个 cos 的微分 会变成什么 对k微分 因为我们现在 变化是k 对k微分 cos sine ka 对k 等于a乘上 负的sine 大ka 是不是 所以会等于 负的a sine 大ka 但是这个时候 要把大k 让它设定在0 因为我们是要 让它从0点 展开来 除以1的阶层 乘上k k01带进去 sine 0 就等于0 就没有这一项 再加上第二项 再微分一次 微两次 负负的正平方 又变回cos 会是不是加上 a平方 cos平方大ka 让k等于0 除以二阶层 乘上x平方 一直下去 对不对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好我们看 它会等于什么 第一项等于0 就没有了 第二项呢 cos0等于1 1的平方还是1 就变成a平方 除以二阶层 这个是k 是不是 然后再一直下去 因为k是非常非常 靠近0 我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ka是很小很小的 ok 我是不是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既然很小 那既然很小 假设多小 假设k乘a 我这边当然可以写成1 加上二分之1 ka的平方 再下去一定四次方 六次方 八次方 十次方 一大票 假设我ka 因为很小于1 小于百分之1倍 0.001 0.01 假设ka等于0.01 你告诉我ka的平方 等于什么 0.0001 四次方等于什么 0.000001 你还需要算到这么小吗 它跟1比起来呢 几乎可以忽略掉 是不是 我就保留到这一项 后面呢 通通不要 太爽了 这样就好了 也就是说 怎么样 有问题吗 第三项 富还在 是吧 OK 反正他等于0 OK 好 谢谢你 没错 没错 好 好 好家在 算错 结果答案还是一样 所以这边是负的 是吧 确定 OK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样子简单多了 那我把它带回第三个式子 第三个式子 马上就告诉我 Omega平方 会等于什么 2k 除以m 1减掉这个东西 所以呢 它会等于负负 就变成正了 2分之2 2就消掉 所以m分之小k 大k平方 a平方 是吧 Omega平方 就可以写成这样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呢 Omega 就可以写成 根号 k over m 打k a 就可以得出 把它颠倒一下 a写在前面 打k写在 这边再挂呼起来 这个就是它的斜率 这个斜率 就是这一边的斜率 Approximation 就可以得得出来 就这个斜率告诉我们 当它在光波的范围 光波去刺激它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被你刺激起来的 这个波 波长很长的波呢 就跟我们一般理解的差不多 也就是说怎么样 抱歉 怎么样 第一大k 要等于怎么样 根号k over m 乘上a 等于一个constant 就是一个 波 在这个时候 它的波数呢 是固定的 就跟我们以前 学到的好像蛮像的 ok 它就是这个样子 好 学到这边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很好 都还没用到 我们刚刚教了 矩阵的技巧 我到底在干嘛 真闲来 没事干 但其实我已经教各位 几个技巧 解题的技巧 当我们碰到一个 减血震荡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一定是波 你就假设它是波的形式 把它带进去 k是什么 没在啊 omega是什么 没在啊 波数是什么 没在啊 但是等我一旦分析完的时候 它就告诉我 它们有这个关系式 这关系式就把材料的特性 通通都呈现出来 好 现在再来看 假设我们现在状态 有一点点不一样 怎么样不一样呢 我把下面这个画掉 图保留 然后equation我们来建构 假设现在呢 是两颗原子 组合而成的 比如说 Gillium Asana 比如说我们的黄金 K金 就是黄金跟铜 但是我们现在更假设 它的排列是非常规则的 哦 大家熟知的 绿化钠 绿化钠就是百分之百规则 它面心立方结构 钠是一个结构 绿是一个结构 两个相差四分之一 擦开来之后呢 互相插进去 对方的空位 就形成个绿化钠的结构了 OK 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这样来画 好不好 我们一个白的 一个橘的 一个蓝色的 我们这样来画 假设蓝色比较重 这个是比较浅的 它上下都是 OK 我假设呢 小的通通在这边 大的通通在这边 反正我先画一个 好不好 我再多画几个 我现在先只考虑这个方向 好 好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就开始标号了 假设我的桌标轴呢 Somewhere around 这么叫做X 然后呢 每个位置 假设它距离都是A 距离都是A 我写在下面好了 上面我要用其他的标号 OK Oh Sorry 现在A呢 我要拉长一点 相同的 这个才叫做A 所以呢 这个也是A OK 我这颗跟这颗的距离是大A 不是A 这颗跟这颗也是A 好 现在我开始让它震大 我总要找到一个基础的标线 假设以这个 假设这个呢 它移动了一点点 叫做US 这一条呢 它移动了一点点 叫做VS 这一条也移动了一点点 叫做SU的S加E 这个也移动了一点点 V的S加E 这一点呢 也移动了一点点 V的S-E 这一点移动了一点点 US-E 都可以这样子 然后我就开始用 牛顿的第二运动电力 但因为现在两颗啊 我要分别来描述 它的运动状况 所以在这边呢 我立刻就把它写出来 它可以写成M1 A1 Submission F1 M2 A2 Submission F2 两个呢 分别有不同的行为 那么这样一来呢 向量没法处理 反正我这个只是一维空间 我就是假设X方向 那么这边呢 我就可以变成两个equation 我写小一点好不好 M1 A1 X 等于Submission F1 X M2 A2 X 等于Submission F2 X 这样大家都很熟悉嘛 对不对 好 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这边呢 要有 这边是加速度嘛 所以加速度我一定可以写成两个 M1 D平方 假设M1 指的是 比较胖的这个 M1 这比较瘦的呢 叫做M2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写了 这一定是U S DT M2 D平方的VS DT 一定是这样子 那右边的equation呢 我就要分开来写两个啦 我把上面这个原本写法 保留在这边 我们来看看哦 好 US 这一颗 它收到什么力量 一定是看看这两个 假设这个位移量 我都把它 往X方向运动 叫做正的位移量 往这边叫负的位移量 我管它了 它的位移量减掉我的位移量 K乘上 VS 减掉US 这一减 假设是正的 正的就代表 唐王被拉开来 唐王的力量是往内收缩的 往内收缩的 对我而言 我是被往正向拉 所以是正的 好 在后面的这个 后面这个呢 也是K乘上位移量 位移量 由我自己的 减掉我后面的 VS 减一 假设 位移量呢 减完之后 发觉位置呢 比圆 也是放大的 那就代表 唐王是往内拉 往内拉 对我而言 是往负的X方向拉 给它一个负号 再来呢 下面 假设是对这一颗呢 也是有同样的效应啊 先看看 这个怎么拉我 跟这个怎么拉我 对不对 好 这个呢 假设位移量的计算 也是K乘上 它的位移量 减掉我的位移量 假如说是大的 变成比较大 那弹簧呢 会往中间拉 对我而言 就是往正向拉 所以是正的 再来后面这个 要来拉我 假设呢 我的位移量 也是变大的 那唐王是往内拉 就把我往 左边拉 好了 我们有了这些了 那么 我们呢 这边就相当于 两个运动方向 对不对 那是不是出现连立方向式了 第一颗跟第二颗 都要遵守这两个连立方向式 所以这个叫第一 圈圈的 第二 我们可不可以假设 反正你一定是减轻震荡 我就这样子假设 写在这边 而且现在我要求一件事情 这两个震荡呢 这边我要求它的频率 大家的机体频率一定要一样 你说Omega要怎么样 要一样 K呢 要一样 OK 这个时候 才有办法 所以我是不是就可以 我直接通通把它擦掉 EUS 我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写 VS 这边就是V嘛 一定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第二个试子 第二个试子 带到第一个试子 整理一下 因为时间不够了 我要快一点整理 这个整理呢 让你们自己去整理 最后会变成这个试子 就是因为全部都不够了 现在没有做到 就有所接受的 这边的温柆 就是现在是 mar 试子 里面做的 就是这个天丁 有所多的 The 食用啤酒 那么多的 那么好 谢谢 我就会得到这个是 连累方人设 这连累方人设这里面呢 因为我们假设是这个嘛 对不对 这假设里面有什么是未知的 K unknown 有大K 也就是颇上等于多少 我不晓得 频率多少 我不晓得 政府多少 我不晓得 两个的政府 那么 有四个未知数 我都要知道 那这里面重点是 我们要是用它的政府 先当做我们最重要的 要解的东西 因为这是它的运动的方式 对不对 那这样一看起来 这个像什么 是不是我们可以写成为 A 写成为 2K 减掉 Omega平方 M1 负K 对不对 对不对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这个系统 有一个 非Trivial的 什么时候 当L等于0的时候 突然间可以用这个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时候 它们 它们 一定要等你 所以既然我們要看看它是什麼東西 我們就把它 這個時候終於派上用場了 不然算到這邊我們就卡住了 我們不曉得要怎麼辦 好吧 既然是這樣那就解吧 把它丟進去解 一算你可以得到這個 可以選出來 可以得到什麼 很簡單的一個 四次方的這個方程式 它把 Omega 跟大K的關係式 求出來 OK 當然你可以 幫它解出來 或者是我們先看看它邊界的條件 在我們剛剛不是說 在它最近的時候是多少 Pi over a 對不對 最短的波長是Pi over a 我們試試看 我們試試看能不能把它弄 弄進來 第一個 K是1 然後 When Capa a K 我們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 Omega平方 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先前 一個四次Omega平方 跟K 我們就得到了一條曲線 這個馬上就告訴我 有兩條曲線 是長得不一樣的 OK 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那 假如說在Case 2的時候 當K 大K等於正負Pi over a的時候 你也可以解 就發覺Omega平方 也是一樣 可以這樣子 好 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重點是 我們把圖畫出來就比較了解 好 我們就來畫畫看吧 OK 畫出來的結果呢 它會形成這樣子 左邊我就不畫了 大K 這邊是Omega 這邊是Pi over a 最大的地方 我們赫然發現 有兩條曲線 OK 上面這邊是2C M1分之1 再加上M2分之1的開更好 這個地方呢 2C over M2 開更好 2C over M1 開更好 它會有兩條 想說 你再把這個數值 把這兩個 這個是第5 第6 把第5第6 把它帶回第3個式子 把它帶回第1個式子 隨便你帶回去哪一個 第5 第6 帶回去到第4個式子好了 那麼馬上你就發覺一件事情 它有兩種震盪模式 它有兩種震盪模式 一個是這樣子 藍色的跟這個黃色的呢 剛好互相怎麼樣 相味不一樣 或者是兩個呢 完全一樣 我們把這一種呢 相味不一樣 叫做Optical 這邊有兩條嘛 叫做Brain Optical Mode OK 這個叫Acoustic Mode OK 它的征服 那我們就發現 喔 原來它材料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那你告訴我 現在我的光線打進來的話 它只能作用在這附近 行為又是怎麼樣呢 就看看這兩條曲線的行為 那你會發覺說 才兩個 你看 一顆 只有一顆的只有一條 兩顆的出現兩條 而且我現在震動 我只考慮一個方向的震動喔 假設是一個材料 它有幾個方向的震動 三個方向的震動 那是不是更複雜 對不對 OK 所以呢 真正的狀況是複雜很多了 我這邊畫一個圖給大家看一下 比如說一個呢 我們一個Galium OK Germanium 只是個Germanium 在111的方向 Germanium 在111的方向 這個你們先不管 我就沿著金格的某個方向看過去 OK 那假設這個是Bluidum 1 OK 我先把它Normalize到1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它是長的這個樣子 OK 它會這樣分裂出來 就越來越複雜 它的行為就很大的不一樣 而且呢 每一個方向性都不一樣 所以呢 就變成說 我們了解這個震動啊 其實是非常多種的震動 會存在於一個晶體上面 而且 它們的震數都不一樣 它的震長都不一樣 OK 那它的行為 當然就有所不同 所以現在呢 我要問你說 我們怎麼把熱傳過去 怎麼把熱傳過去 我們知道是靠著身子 把熱傳過去 但是能夠貢獻出來的身子 好多喔 各有各的貢獻耶 對不對 你必須把這些貢獻 全部都加起來 才是總的 把熱量傳過去的量 這個時候你才有辦法計算 才有辦法計算比熱 喔 所以那個等到大事 你們再講 OK 假設快一點 下個學期 就要開始 你們老師就會叫你讀到這邊 它一點都不困難 只是你不熟悉它的處理方式 處理了你就了解 也就是說一開始呢 我們直到熱誓這樣傳過去 沒有想到傳過去的這個信財 好像說哇 那邊火災了 開始來提水桶 我們一開始以為 只有一種 一個人來提水桶 所以速度都一樣 量都一樣 後來才發覺 不是啊 有大人有小孩有女孩 有男孩 對不對 有狗狗有貓貓 他們都可以釣一點水過去 你發覺 哇原來是這麼多種 那整體的效應呢 就大家加起來 那才是整體的效應 講解很簡單 你只要搞清楚誰是狗 誰是貓就好了 但是數學上運作 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但概念上都非常簡單 OK 好 那今天呢 我們先上到這個地方